第58支野金毛獎頒獎典禮即將在11月27號登場 在最佳男配角獎的入圍名單當中 有兩位都是來自香港的演員 包括曾經獲得金馬引力表作的謝君豪 以及首都入圍男配角獎項的柯偉林 兩個在港片當中一同標戲 各自演活了角色的靈魂 而台灣演員入圍名單當中 包括了飾演反派的馬志祥 以及已故的金鐘士帝龍少華 影片中的大哥角色 角逐人生最後一座金馬獎座 至於金馬入圍常客劉冠廷 這回二度角逐最佳男配角的獎項 他以黑色喜劇人物刷新影迷的觀影感 演出黑色喜劇要讓觀眾笑到肚子痛的劉冠廷 這回不僅搬丑還挑戰裸露戲碼 因為你看完劇本你也會知道 那樣子做會有效果 所以反而我 我在意的點是 你如何進到那個效果裡 反而不是那樣子的狀態 我就知道是玉米 面對異想天開的情節 劉冠廷將劇本一讀再讀就是要確保抓住所有對戲角色的丟球再反饋給影迷 看深一點然後看看能不能看到什麼你沒有看到的東西 更多時候是在現場 這次尤其是在現場跟其他演員的交流 碰撞丟接 成功拋接詮釋角色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動作 擁有硬底子演員功力的還有這一位已故金鐘勢帝龍少華 我跟他一起走到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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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照顧我們 而且也是一個影帝級的人 他演過這麼多 然後帶給 帶給觀眾朋友們這麼多這麼多美好的影視作品 這都已經不是我可以多說什麼的 角逐人生最後一座金馬獎的龍少華演活片中的大哥人物 而首度拿到金馬入圍門票的馬志祥 也以反派角色緊抓影迷目光 但來自香港的這兩位演員演出實力也不容小覷 我們這裡國國都沒有 四個演過一次軍事名 對面的豪爪起源了 曾獲得金馬影帝的謝君豪和首度爭奪金馬南配角的柯瑋林 都要一同贈勝金馬正常一定較高下 到底本季的金馬獎最佳南配角獎會獎入誰家 影迷們相當期待 記者中不到